三大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相关 我们先来看赖清德 这两天他被网络的一个匿名粉砖指控 说他曾经帮性侵犯开记者会 要求国陪 这件事情我们去查 是发生在2008年 赖清德他那时候是当立法委员 有陪一位家长去开记者会 那这个内容其实是质疑说 当时这个家族表示 他们的孩子开车出去 只因为拒绝警方拦检就被开枪 当时这个子弹又误射到他们的小朋友 导致孩子下半身瘫痪 那为什么跟性侵有关 原来在记者会后 这个瘫痪的副驾驶被发现 以前曾经性侵女子还杀害对方 现在被混为一谈 赖清德总部出面痛批 说这个资讯时空措置 是恶意抹黑 他们已经提告 我当然是被你们起研打上 难道这个都是应该的吗 家属痛苦喊话要警方还他一个儿子 这是2008年许姓少年的妈妈 召开记者会 一位儿子跟19岁的许姓朋友出去 遇到警方拦检拒检 远景开枪 却不幸大众坐在副驾驶座的他 导致下半身瘫痪 下辈子可以说整个都没有了 都完蛋了 结果警察他的长官竟然为了护短 又再一次二手的伤害 当时赖清德担任立法委员 陪同召开记者会 质疑警方是否执法过当 而这场记者会却被指控 网络上一个匿名粉砖 指控当年赖清德帮性侵犯控诉警察 用枪不当要求国陪 因为当年的记者会 这名戴帽子眼镜口罩的徐姓少年 事后被发现他性侵女子并杀害 这是一个很典型 故意把事情发生的顺序 颠倒乱说的遏制抹黑 靖总已经正式向警方报案 并且提告 靖总强调当时赖清德 并未提出国陪并还原时间轴 2008年12月21号 枪击事件导致徐姓男子瘫痪 25号召开记者会 到隔年3月 徐姓男子才被发现犯下重大案件 靖总表示召开记者会 当下并不执行徐姓男子犯案 这是两岸时间差 制造资讯落差 以正式向警方报案 华视新闻林家宇黄昭升 台北报道 出费用转身权装